- 要去哪裡? - 我們去Pioneer Women's Memorial Garden - 到馬里亞的聖堡 - 到馬里亞的聖堡 - 接到聖法斯的聖堡堂 - 要去哪裡? - 我覺得你會在那裡唱著祖詩的聖堡 - 但我們會在那裡 - 要去馬里亞的聖堡 - 大家好,我是張曉君 - 我今天要做一個見證 - 澳洲聖母遊行的見證 - 其實我原本以為嫁到澳洲 - 就是不會去教堂 - 我也以為我就算去教堂 - 我可能選最近的基督新教的教會 - 但有一天我的代母就傳訊息給我 - 希望我去拜訪一個 - 從古廷聖堡到澳洲阿德雷的越南聖堡 - 想說好啊 - 但是服務的教堂非常的遠 - 將近兩個小時 - 但是我還是加了那個聖父的line - 聖父就非常開朗 - 就告訴我說 - 三天後有個聖母遊行 - 希望就是我加一個女生 - 她也是加到澳洲 - 加了那個女生的臉書 - 那女生就問我說 - 你是不是有來過中文彌撒 -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- 澳洲那麼大 - 應該不可能去過同一個中文彌撒吧 - 但是我還是回答對啊 - 因為我之前有去過兩次中文彌撒 - 其實第二次去的時候 - 我心裡有想說 - 我再不要去那個中文彌撒 - 因為不是全部中文 - 但是當天彌撒結束之後 - 就有個女生跟幾個人 - 來跟我打招呼 - 就說要不要去吃中餐 - 然後他們也是台灣人 - 到了當天 - 有點擔心去不成 - 我就跟我先生說 - 我想去這個聖母遊行 - 我先生就說好啊 - 他可以載我去 - 然後他也問他爸爸說 - 就是他知道這個聖母遊行 - 因為他爸爸在教堂 - 有做過很多的音樂服飾 - 他也是這次活動音樂的負責人 - 當天天氣很好 - 但是在下午兩點 - 遊行之前 - 就是天氣無影密補 - 然後那一天我還問那個女生說 - 會不會活動因此取消 - 她就說天氣非常惡劣才會取消 - 然後我到現場發現非常非常多人 - 大概有兩千多人 - 黑洲人啊 - 印度人啊 - 還有當地人 - 還有華人 - 還有越南人 - 就是各種國籍的人都有 - 後來我就找到那個女生 - 就是非常面熟 - 然後我就過去 - 就問他 - 就真的那一天中文彌撒 - 問我要不要吃中餐的那個女生 - 我覺得這次就是聖母遊行 - 給我非常大的一個感動 - 就是非常奇妙的經歷 - 不只是祈禱的過程當中 - 就是看到很多國籍的人 - 或者是不同年齡的人 - 天主把台灣的越南神父 - 找到阿德雷德 - 然後我去中文彌撒 - 跟他認識的那個女生 - 如果我帶母廟去到細胞小組 - 就也不會認識那個神父 - 我覺得 - 就是天主把這些完全不相干的人 - 就是凝聚在一起 - 透過這個信仰 - 不僅是看連著所有的人 - 而且也 - 就是給每個人有不同的 - 這樣令人感動的經歷 - 薄髏 - 避受風 - segue - 絲 - 無又 - 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